今天我先拍了unboxing video 不过开始之前我想宣传一下我的微博 其实我开了一段时间 但荒废了没用 但最近我将它跟instagram同步 相片那些都是一样的 我尽量会拍一些stories 如果未follow我的微博的话 就快点follow 我会开两个箱的LV包包 其实不是第一次开的 其实已经开过两次了 但也想特别做一条影片给他们 因为他们最新的这季 暂时还未能买 可能之前预订的朋友才能买到 他们是同一款 但不同尺寸 这个是他们的大尺寸 但已经没了 好了 好了 不过我把我们放进层袋 一打开 有个层袋 它的丝带也是在这里 那部份的朋友已经在IGLive去见过了 不过我相信大部份的你们没见过 就是这个 bantobox 叫做 他们今次这个主题 他们的cruise collection 是关于日本的 bantobox 就是平时吃饭 饭盒 这个有点像他们的设计 平时在美国外卖盒 也是类似这样 摘下去 很害怕 有一把傻 我其实喜欢比较方形的袋 多过圆形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漂亮 旁边是这样 而且后面是一个浅色的皮 是两颗颜色 我觉得很特别 这里是手抽 上面写着LV 再看真一点的扣 是有个贴纸贴着 还没用的 而下面呢 有四个钉钉这样 打开呢 就是这里这样按 不好意思我的指甲 我需要去做指甲 因为整天都是这样撕的指甲 然后一按 其实挺容易按的 不知道是不是松了还是怎么样 然后这样按它就会出来 就是这样 真的很像一个to go 然后里面 应该有 对 放一条绳子 里面就是一个镜皮的设计 而且比较黑 希望你们看到里面的颜色 其实真的方形 长方形 然后它有一个 可以在这里 可以塞一些东西 跟着这条绳子 就很好 其实它有这个手抽 再加上一个背包 我的狗狗在这里发出声音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就写着LV的这里 可以两条带都扣了 或者只用这条带也可以 这条也可以剥的 短这条 是这样的 带没有较长度 而且带也比较粗 有点像皮带 这个包包 其实比较大一点 对我来说 因为我是五尺二寸高 比较矮 有点像皮带的话 其实有点大 斜带也还可以 最好最理想的 对我这个这么矮小来说 就是手拿会是最理想的 看来没那么大 但我也喜欢这个包包 因为它够实用 放到很多东西 比起我一会给你们看的 所以我其实起初也决定 在犹豫买哪个尺寸 然后就是这个小的 哎呀 不要妨礙 谢谢姐姐 小很多的 要转了 超级小的 对比起刚才那个 但这个 其实真的很有趣 这两个我这样看 其实这个是抢眼一点 但它真的比较小一点 你的近镜子 也是一样 有一个锁在这里 也是比较松一点的这个锁 也是两个不同的皮 后面就是浅色的 其实我也挺喜欢这个浅色的 它们就是叫做reverse的monogram 这个fair也特别一点 始终可能这个monogram 可能比较老一点 浅色反而好像是 可能年轻一点 也是有四个钉在下面 手币就是这里 开 里面 也是有一条带 一样 也是有一个暗格 但这个袋真的小很多 所以真的在犹豫选哪个好 因为这个一定是漂亮一点的 这个是很有趣的 但不是太实用 装的东西很少 高就够高 但它的阔度 也可以看到是比较窄 所以未必可以装到很多东西 这个带是幼的 也是写着LV Paris 比起刚才这个包包 那条带是幼一点 好了我扣下去 也是一样 可以扣这个 或者可以脱出来也可以 其实随你喜欢 比较难 所以我可能两个都会扣完 因为有时候 就算你斜备一个包包 我也想抽一抽 有时候方便一点 有一个扣扣 好了 扣上去就是这样 很可爱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尺寸 其实可以再幼一点 但也OK 可以接受到 另外那个比较粗一点 但它的袋身比较大 所以它想可能粗一点 就是配饭 哇我的狗狗 咬我的小兔 你们之前的影片都说很有趣 这个其实我在这家买的 哇濕的 就是这一家 是在Paselina那边 是有些日本感觉 好像韩国 韩国感觉的 类似Daiso那些 但不是说全部Daiso的价钱 但有点像那些感觉 很害怕的 不要咬爛 因为它们很喜欢咬娃娃 好了讲回袋子 旁边背包 斜背包 都配我的全部的背包 因为始终这个是小的 现在手拿着这个相机 不放tripod 因为在沙发上面 也不是太平衡 所以很快拍一拍 它们的容量分别是怎么样 我平时会戴银包 这个是我正式的银包 其实也算小的 如果再小一点的袋子 我会用卡片套 但这个袋子应该可以配到我这个银包 所以我没有用卡片套 也是LV的 这个是散纸包 有些散纸 还有其实银纸也有 这个薄薄充电器 非常推介 可以充到两次电 这个充电器真的超级薄 另外如果我知道我去比较长时间 在外面的话 我会戴另一个充电器 那个是更厚一点 而且重一点 然后有一块镜子 这块镜子 其实我平时不是用开这块 但刚才我用开小的那块 我刚才不小心打烂了 所以碎了 所以我就用这块 因为我平时可能用潤唇膏 唇膏都要照一照镜子 然后就是潤唇膏 这个是Dior的lipglow 也是有点颜色的 也是自然一点的 手霜一定要戴 因为在美国这里也比较干 然后就有这个pachette 就是LV的 带大一点的包包 就是这个 我会喜欢有这些包包 里面其实有东西的 但我不重量重量说 但大约看到可以放到 能不能进入这个包包 我平时如果有这个包包 我会把这些全部放进去 所以不会很散烧烧的 一个小线 单手真的不容易 好了 我首先放这个银包 然后三支包 看看收不收到 收到 之后 充电器 然后放这些东西 这个好像也 都OK 如果要塞的话 应该塞到全 但也看到已经满了 可以放到 那些 唇膏 那些放在面上 看看 也可以 因为包包可以配合到 刚才我拍的东西 因为我想象中 其实也不是太小 所以我要最需要的东西 都可以全部放进去 而且也不用转卡片套 如果转卡片套 应该会比较多些位置 这个 真的大很多 看看里面 肉量 先放这个 哈哈 还有很多空位 拿回刚刚的东西 后期放了东西 其实有位置 还可以放得更多东西 所以这个包包真的实用很多 比起这个 这个要就着放东西 但比我想象中 没有 真的这么小 比较之下 就是这样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们觉得哪个包包比较好 这个是实用型 这个只有样型 两个都很漂亮 所以真的很难选 好了这影片就完成了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 订阅我的频道 追踪我的instagram snackchat 和facebook加上微博 好了 拜拜